現在網路上流傳著這一張 就是由美聯社記者拍下的照片 看著川普高舉右手握拳 背後剛好是美國國旗飄揚的畫面 被網友讚嘆該拿普利子獎 儘管遭到槍手開槍射擊 幼兒還流著血 被密情人員擁護要離開 川普仍高舉著手握拳 對支持者大喊Fight 還有飄揚的美國國旗當背景 完美的構圖 讓網友稱讚攝影師值得拿普利子獎 照片神射手是美聯社的南記者武器 他表示當下看到特勤人員 上前用肉身保護川普 他也立刻衝上舞台 其實武器本身在二零二一年 就曾經拿過普利茲獎 難怪能捕捉到震撼人心的瞬間影像 只是川普遇襲在網路上也迅速發燒 真假資訊大量流傳 包括外傳有消息人士透露 川普不是被子彈擊中 而是被提刺激的碎片割傷 或是子彈射向川普的瞬間 所產生的軌道痕跡 都難以在第一時間證實真假 同時更是陰謀論四起 認為這是川普自導自演的戲碼 不過專家認為依照川普目前的聲勢 比拜登更好 陰謀論不攻自破 但現在就怕模仿泛四機而動 前密情局人員在接受訪問時就表示 無論是FBI 還是密情局都會加強檢討 在接下來的民主與共和兩黨的黨大會上 也會繃緊神經 務並將維安做到滴水不漏 鐵皮的新聞綜合報導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看到了這一張照片 有些人說看到這張照片 想到的是領導民眾的自由女神照 不過更多人覺得 是硫磺島升旗的照片 他們有個最大的共通點 就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都是用三角形的構圖 再加上中間是有美國國旗漂洋的照片 這樣的構圖非常的巧合 不過更巧合的是有人說兩個都是由美聯社的記者所拍攝的 像是這張照片是在二戰時期1945年的時候 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攝影作品 當時這位是美聯社的隨軍記者 他表現出了六名的美軍在硫磺島 折波山樹立美國國旗情形這樣的照片 不過在看到川普這一張 雖然是利用一些錯位視覺效果 是一群隨乎保護川普 營造了一群人高舉國旗這樣的照片 不過就有人說其實這兩張 在PTT上也是引發了重大的討論 還說這非常難得是集結巧合時機集大成的一張照片 必須要拿下普利茲獎 不過就說到歷史上 選前遭到暗殺的總統候選人 幾乎都會順利當選 像是雷根的民調就因此上升了百分之八 川普週末在賓州造勢 驚爆遭到二十歲男子開槍 儘管川普僅受到輕傷 但是後續影響卻是不斷發酵 全球都在看這樁槍擊案 是不是已經為美國大選提前定調 專家認為槍擊案的發生 顯示了美國政治對立加劇 而總統大選的特質也正在改變 川普甚至可以藉機強調自己是政治暴力的受害者 削弱各方對他的批評 其實國際間的總統選舉 如果發生候選人遇刺 最後通常都會當選 雷根在一九八一年遇刺之後 民調也一度飆高 台灣的學者相信 川普支持者勢必更加團結 全力將川普送回白宮 反觀在黨內黨外都面臨挑戰的拜登 儘管先撤掉所有競選廣告 但在民主黨代表大會正式提名之前 都還是得繃緊神經 不過也有專家持不同看法 認為槍擊案可能凍結煥敗爭議 轉移民主黨內注意力 到最後要再想取代拜登 就變得更加不可能 距離十一月 美國總統大選還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川普遭遇槍擊 究竟能帶來多大多久的影響 備受各方矚目 提片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在線上和我們一起參與討論的是政大外交系教授黃奎博 黃教授你好 主播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首先想請教教授的是 這川普遭到槍擊案件 受到最大影響的或許就是拜登 所以民主黨會不會因此趁機換將呢 我們想請教教授的看法 目前民主黨內確實已經不能叫暗濤洶湧 一個叫波濤洶湧 大家想要換他的或者想要保他的 其實各自展現了各自的政治動作 想要換掉他的當然就希望取而代之 但是想要保他的 有些是拜登的支持者 但是另外有一些呢 可能是想要在2028年29年的時候上位 所以他希望拜登再撐四年 那到四年之後呢 他就可以跟其他的竞争者一較高下 如果現在被某一個竞争者先超車了 取代了拜登 那其他的竞争者可能四年之後希望就小了一點點 所以拜登他的支持度不一定是鐵板一塊 有些是因為經過算計 希望拜登再做四年 把那個可能的竞争者先擋下來 大家四年之後再公平竞争 那民主黨內現在說實在 我們看到不少的金主 甚至一些影異界的知名的人士 他們紛紛的要求拜登退選 可是我們也看到了拜登 他還是有一些死忠的支持者 甚至是不要選總統的 但是他也出來說 希望拜登可以繼續下去 所以我只能說拜登或許他現在可以醫治的武器 大概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目前他跟這個川普還沒有差距太多的民調 雖然說他現在都是些微的落後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在這一次的槍擊案之後 拜登他的民調會不會因此又更加的落後川普 那我個人是判斷如果拜登的民調逐漸的落後到8% 10%等等的那麼拜登或許他考慮退選的機會就大一點 因為這差距真的已經蠻大的 那另外一個可能拜登可以醫治的就是只要他不要再繼續在重要的場合失言 他的表現可以讓外界覺得似乎比較正常 那麼或許只要他再撐不到四個月 那麼他還是可以在總統大選的時候跟川普一較高下 所以我們現在聽到了美國常常說 現在拜登總統的工作時間可能是早上九點到下午三四點就準備結束了 確實可能因為他體力不是那麼的充沛 所以他需要多一點的休息 拜登也這樣的承認 不過我覺得除了這兩個因素之外 拜登面對的這個不管是黨內的挑戰 或者是一般輿論的質疑 我想現在是不會斷的 所以我們接著就來看拜登在川普遭槍擊後 第一時間做出什麼樣的回應 川普肇事中遭到槍擊 競爭對手拜登當時正在德拉瓦的教堂裡 離開時現場出現民眾抗議聲 拜登團隊當下表示 已經收到川普遭槍擊的相關簡報 拜登也立刻出面譴責血行暴力的槍擊行為 拜登感謝特勤局與相關單位確保川普與集會群眾的安全 並表示在得知川普受傷後已經與川普團隊取得聯繫 至於這起槍擊案是不是針對川普的暗殺行為 拜登不願明說 只表示接下來密情局會徹底調查 並繼續收集相關傷者名單 在駭人的槍擊案震驚美國之際 拜登陣營表示將暫時撤下所有電視廣告 和停止對外通訊 拜登表示這樣的政治暴力行為 已經超出了他的底線 拜登說會繼續嘗試與川普本人說上話 更為此特地更改行程 本來週一要前往德州造勢 現在趕回白宮坐鎮 與各單位徹底了解整起槍擊案的來龍去脈 以及後續應對處理 TVN新聞綜合報導 好 所以現在拜登撤下所有的電視競選廣告 是不是也等於陷入了最大危機呢 繼續請教黃教授 確實拜登的團隊不只是獲取消強 黨內的挑戰蠻多的 而且現在看到川普因為槍擊案之後 那些照片我們剛剛的新聞前面看到了 他呈現的是一個勇者的形象 也就是受傷了但還是振臂高估 而且站得直挺挺的 背後又有美國新條旗的加持 所以川普的勇者形象 對上了拜登最近常常被冠上的 比較孱弱的年長者的形象 這會是一個蠻鮮明的對比 特別是在比較激進或者比較支持共和黨的媒體上 我想這個形象會一直播放出來 所以我覺得說拜登的團隊現在當務之急 第一個當然是必須要管控這個危機 但是他怎麼管控呢 我覺得有一個可能性是他或許會利用一些 比較小型的海外用兵去轉移國內的焦點 那這個海外用兵不太可能針對什麼俄羅斯 中國大陸 北韓這些有核武的國家 但是譬如說在夜門有些武裝叛亂組織 美國可能就會因此找個藉口出兵 讓海外的用兵轉移國內的焦點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呢 當然就是針對共和黨那麼支持解放槍支 那民主黨是要說槍支管制 所以民主黨會在這個時候呢 可以繼續的說共和黨那個解放槍支的做法 其實讓美國的社會越來越亂 那這樣子或許他可以減緩一些目前的危機 對民主黨競選所造成的傷害 所以教授剛剛提到這個勇者的形象 是不是可以說他也想要獲得美國人的同情票呢 教授你的看法 我覺得那個是川普他個人本身本能的反應 因為他本來就是一個比較好強 比較外顯的人 而且說實在他身體 我不知道他內在健康怎麼樣 但是至少身體是比較強壯 所以當幼兒受傷之後 他還是在隨乎的觸用之下 正必高呼 那這個形象可能不是他刻意營造出來的 但是他本能的反應呢 在媒體的捕捉之下 就變成了一個勇者的形象 那我剛剛說 針對拜登反而是比較孱弱老者的形象 美國人是一個喜歡強者 喜歡英雄的社會 所以我覺得至少在短期內 川普在這件事情上 雖然說受傷了 但是應該也占了一些便宜 好 所以我們謝謝黃教授帶來的精闢分析 後續選情確實也需要受到關注 謝謝教授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就來盤點 美國史上歷任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遇刺事件 救護車和警車警笛聲此起彼落 回顧一九八一年三月三十號下午 前美國總統雷根在華盛頓特區的希爾頓飯店 與美國工會代表共進午餐 並發表演說後 才走出大門 就被一名歹徒連開六槍 索性沒有擊中要害 外媒美聯社報道 這次美國前總統川普遇刺事件 是自雷根以來 首度有總統或總統候選人遭到槍擊 1963年11月22號下午十二點半 當時的總統約翰甘乃迪 在德州達拉斯搭乘敞車參加遊行 遭槍手射殺身亡 同樣為人熟知的 第十六任美國總統林肯 1865年在福特劇院觀賞戲劇時 被當晚演出的演員從背後射殺 另外美國FBI在2008年 也曾破獲一起 企圖暗殺民主黨提名的總統候選人歐巴馬 和其他102名黑人的陰謀 於2011年 英明男子對白宮開槍 被指控企圖暗殺歐巴馬 最後被判刑25年 美國政治史上暗殺黑歷史不斷 川普遇刺事件 再次掀開美國人內心的傷痛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